2号下午,县政府在大理堂举办了农林与牧业普查处的接牌仪式 华联县政府预计要投入200人下乡 针对县内22000多户农林与牧业进行为期两个月全面性访查 也强调普查园三不二会 不泄露个人资料,不会询问无关的资料 不会要民众提供账户或存责 会攜带普查园证,也会亲自递送受访护函 农林与牧业普查每隔五年办理一次 透过普查可了解资源分布使用、生产结构、劳动力特性等基本资料 对于农业大户的花莲可供政府评估施政及规划发展的重要依据 接牌仪式由副县长主持 包含秘书长、主机处、农业处、民政处及客家处以及预员等人共同接牌 这些政策普查这些政策就是提供所有这些资料 让政府能够依照我们所有农民2万2千多户的农民 在我们200多名的普查人 然后去行为一些状况 然后汇集出来以后 然后提供给我们政府这个政策 然后往后如何让我们农业政策带入一个更高的阶段 花莲县府今年预计投入200人下乡 针对县内2万2千多户农民渔木业进行全面性访查 为期两个月至6月30日 并强调普查员三部二会 不泄露个人资料 不会询问无关资料 不会要求民众提供账户或存折 会期待普查员证 会亲自递送受访护函 接着蒋方眼花莲师报导 花莲普查有够赞 花莲普查员